百年历史的屏东加东张阿丁古宅 因为不堪风雨侵袭 面临了崩坏回损 地方文史团体发起了连数汉木款 希望将这栋传统两层楼的商楼保留下来 未来完成修复之后 成为地方的文化交流中心 残破不堪的古宅 内部更是凌乱不堪 新建在1910年的张阿丁古宅 经不住风雨的摧残 整多建筑物寂寂可为 地方文史团体发起抢救 要留住屏东加东 唯一的双层传统楼房 在东根路这一段 就是我们家东乡最繁华的 一个商店街的一个形式 地方上很多的民众 起劳 还有在外讨生活的家东人 他们很多共同的一个回忆 张阿丁古宅 不仅是传统的一堂二横屋设计 而且还是保留最完整的 临街商楼代表 一楼做小生意 二楼是房间或是堆放货物 张家后代子孙一起过往 一切都历历在目 另外一楼的竹节装 和墙面门窗边的彩绘依稀可见 甚至于上面的对 还有土角出这样的一个形式 实际上都很具有保留的一个价值 文史团体希望在雨季前 能先募款取得产权 赶紧将古宅做外围的保护 接着进行后续修复工作 希望修复完成后 成为地方文化交流中心 并且串联起肖家古词 家东洋楼和刚修复完成的 洋寺中词 成为家东观光旅游的动线 让古宅成为公共文化财 记者理学员猜明校屏东报道